請問一下傑克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愛你女朋友 一直帶他去吃這種難吃的餐廳 我覺得久而久之他可能很容易就跟別人跑掉 我覺得你這種選擇不是聰明人的做法 我覺得這種選擇是聰明人的做法是因為 我在維持感情和諧的狀況下得到我要的 然後他沒有得到他要的 但是他想到解決自己的方法 他做出了改變我們繼續維持在我們的立場上 而且我覺得剛剛盛偉剛剛講的那個 我可以改變選擇 改變對象 這個是我改變我自己的選擇吧 不是你們改變對方的 好 沒關係啦 這個不重要 不重要 好奇的是啊 對你們而言啊透過半逼迫 或者讓他對方可能覺得這一次的狀況不舒服 傑克講的那種例子 這一種讓他改變跟調整方法 難道不是換個方式改變他嗎 你們其實在論證我們的立場 關於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認為就是 但是你必須要自己做出調整 做出改變 你才可能有可能去符合對方想要的 或者是得到自己想要 反過來我想要問盛偉 你在聲論的時候說 大部分的情侶在遇到爭執的時候 都會選擇改變自己 而不是改變對方 如果大家都遇到爭執都選擇改變自己的話 那請問情侶為什麼會吵架啊 台灣的禮物率也不會那麼高 不就是因為有人不願意改變 或不願意改變這麼多 大家都會吵架嗎 沒有…我們現在在談這兩個情況 因為你說大家實際吵架是真實情況 就是大家都想改變對方 意見不合 但社會上面廣泛的教導 跟我們在統計的時候問說 裁判老師你們覺得一開始是什麼傾向 大家都會選擇我要調整自己 所以大家有沒有 所以這次是一種社會框架 我們是不鼓勵這種社會框架 所以大家有沒有意識到一個問題 有時候越簡單的道理它是越難執行 大家都知道在爭執的時候退一步海闊天空 問題就是大家在遇到爭執的時候 沒有人願意退一步 為什麼是我退一步不是你退一步呢 所以即便是一個大家眾所皆知的道理 我們還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事情為什麼大家會支持正方的立場 就是因為在遇到爭執的時候 如果你願意退讓 願意調整自己的心態或行為的時候 你們才有可能解決你們彼此之間的問題 因為你說到一個重點 你剛剛說退一步海闊天空 我想好奇問一下 在我們剛剛討論早餐店那個例子當中 難吃的早餐是我先改變自己 然後他就會被我這種改變而改變 這到底是改變自己還是改變對方 在你們的立場是哪一種 我覺得回到原本應該是 改變對方這件事情要成立的最終結果 應該是對方選擇改變自己 才可以回到你那邊 那從自己開始 對 我選擇改變你 你改變了 我才得到我要的 我覺得爭執的方式有非常的多 我可以透過調整我自己來希望 因為我的調整而你而改變 又或者是我可以選擇 我改變自己來配合你 又或者我選擇調整我自己的心態 來理解你跟包容你 這有很多種方式 可是不管是什麼樣子解決真正好的方式 都必須要有人選擇調整 這個問題才會被解決 所以就目的性而言 就是我們想改變對方 所以我換一個方式去改變你 有人選擇調整自己 才能達到最後那個和平解決的結果 好 我先拆解一下第二個層次 就是你說改變對方的那個層次 坦白說 我用調整自己的方式 如果都算是調整自己的話 那我調整自己說要去說服你說 你改一下去洗個牛仔褲 也算是調整自己 照你的邏輯有什麼狀況 是我可以做到改變對方的事情 所以我才會說 如果你的終極目標是改變對方 像捷克說的一樣 他講的所有方法 聰明人的方法 都是改變方法的方法 請不要恭喜捷克 那就是改方的立場 社會你們是不是只能討論這一塊 我調整自己來改變對方 我告訴你就是 調整自己之後 可以達到目的有很多種 我可能可以透過調整自己 讓對方意識到自己 或許也應該做出一點讓步 我也可以透過調整自己來配合對方 我也可以透過調整自己來 理解跟包容對方 這有至少舉了三角度的立場 那一種部分 我已經說目的 是為了改變對方 是我們的立場 好 我跟你來聊 改變自己的部分 我跟你來聊調整自己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聊 我現在跟你聊你喜歡聊 那個調整自己的部分 你說要調整自己 那我就問 你覺得調整自己 要調整到什麼程度 怎麼樣配合對方 叫做你覺得可以接受的線 我覺得他用盛偉 在深論的時候講了一個 他說改變對方這件事情 是有極限 那改變自己是沒有極限的 這句話本身就是矛盾了 因為如果改變自己 沒有極限的話 那你改變對方也會沒有極限 所以對方這個論證邏輯 本來就是不成立了 可不可以請你們再記不解釋一下 先不管我們的論證邏輯 好奇問你們 改變對方的極限 你們想改變自己的極限 就是如果我今天女朋友 劈腿了 偷吃了 我不改變他 我改變我自己 這個是你們的極限嗎 還是還可以再講 我改變我的選擇呢 對啊 改變我的選擇 我選擇了別人 我如果真的受不了 我改變我的選擇 如果我真的不管怎樣 我都想跟這個人繼續走下去 我可能需要選擇 調整我的心態來接受理解他 為什麼必須經常性的出軌 但是我也可以選擇 我不一定要跟他走下去 我可以調整我沒有非得 要跟這個人天長地久 我可以選擇跟他分手 而不是我希望 我們還是繼續在一起 但是雖然你很愛劈腿 但我不准你再出去劈腿 這件事情是沒有用的 不好意思 我想要猜一下 因為我覺得正方的歷史都好極端 我提的只是吃早餐 跟A字這些比較 正常帶頭的東西 為什麼正方提的到是劈腿 跟就是出軌這種 我的生活還接觸不到這一塊 我們再考慮一下順維 剛才那個例子喔 如果你的另一半是 慣性劈腿 這件事情你要怎麼改變他 你要怎麼改變他 如果他自己沒有想要改變 你根本 他們自己沒有想要調整 你根本不可能說 我要求你不准再偷吃 他就不偷吃了 各位知道嗎 這個就是改變對方的極限 你可以理解嗎 在這個狀態裡面 比如說劈腿這個狀態 你改變自己 調整自己 像你說的一樣 我可以無止境的去包容對方的 所有事情 所以他的自我調整也是有極限的 可是聽我說 他的劈腿這件事情 不要急 但是改變自己 代表你知道你自己的立場 你知道你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理解說 我就是愛抱這個人 所以我就必須 改變我自己 我才有辦法繼續跟他在一起 但是我沒辦法 所以我選擇離開 我是改變我自己的想法 我很清楚我在想你 改變對方這件事情 就像你們說的一樣 有一天你改變對方的時候 對方不聽了 他繼續劈腿 而你知道你不能接受 那你知道 你們彼此之間走到了盡頭 這就是為什麼 我說改變對方是有極限 改變自己 沒有極限的原因 因為你如果 抱持著改變自己的狀況 你可以無止境的包容所有事情 可以理解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可以嗎 OK喔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 你已經沒有辦法再改變他 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已經知道你們走到盡頭 他再也不願意為你改變的時候 所以是你改變你自己啊 不要如何繼續抱持著 我希望改變他的想法 不需要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調整心態 你要知道 沒有啦 你們這邏輯超強 超強的邏輯是什麼 叫做 因為不愛一個人 就不要愛他 不跟他在一起 也叫做 調整自己 但其實看清楚這個題目 在愛情裡 所以當你不愛這個人 不跟這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已經不在這個題目 討論範圍了 因為當然不在愛情裡了 所以很強的邏輯 在這個比賽裡面 是沒有用的 通常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遇過一種狀況 是我非常愛這個人 可是我理解這個人 不能為我改變 所以我只好 想辦法調整 我自己告訴我自己 我沒有非得要跟這個人天長地久 我可能可以選擇放棄 那這個說服自己的過程 你知道嗎 我可能還愛他 但是我要調整我自己 我要知道 這個人是不會為我改變 我要知道我能不能接受 如果我不能接受 那我就沒有辦法 再繼續跟他在一起 太有意思了 在對方的觀點裡面 所有的行為本身都可以 被全治成是改變自己 就像我剛剛說的一樣 我要改變別人的這個心態 也可以被全治成是改變自己 沒有改變別人的心態是 你想要他不要再劈腿 你舉一個例子 你舉一個例子是你立場當中 覺得是我方可以改變自己 你剛剛舉一個例子就是啊 哪一個 對方一直劈腿 你希望他不要再劈腿 你就是想要改變他 對方不喜歡洗澡 你希望他洗澡 就是想要改變他 好 在你們的觀念裡面 我好奇問的事情是 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要改變他 那你們的目的是不改變他 他怎麼樣都沒關係 我們的目的是為了雙方 能夠繼續走下去 因為你說錯錯錯 你剛剛說換一個人 就不是繼續走下去了 不是嗎 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更了解 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不是為了盡力走下去囉 都可以啊 我因為想要改變你自己 你想不想走下去啊 我們希望感情達到一個平衡 這個平衡是繼續走下去的平衡 或者是結束的平衡 那都可以 你跟那個朋友喔 我跟你說 你從杜拜飛那麼遠 飛移到Houston 飛過去 然後他朋友 他的男朋友抓他去打拳 對不對 那很累對不對 對 那他們不打抱嗎 那為什麼要不是 不是 我哪有提 不是 不是 那我 所以啊 他不能睡一覺再來嗎 一樣可以睡一覺 然後再去打拳他 還是我們call in你朋友問一下好了 好啊 不是 那可是這個 我們那我只是單可問 我只是想問 起目正用我們時間 當我們告訴大家說 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改變對方 所以我們自己會做出一些策略 調整 這種的算不算我們可以論證範圍 在你們的觀念裡面 不算啊 因為是雙方都做出了改變 所以 雙方都做出了改變 那我再往下問 那我再往下問 所以在你們認知當中 我們可以論證的範圍之後 我要求你 我逼你 我生氣 這種才叫做改變對方 才是我們論證的範圍 沒錯吧 什麼意思 就像是 就像是 如果我覺得Dora長頭髮比較好看 我說你長頭髮好看 他就會生氣剃平頭 但我換一個方式說 我覺得你上次長頭髮那樣 那樣照片很美 換個方式稱讚 他變成喜歡綁長頭髮 是我符合喜歡我的樣子 我喜歡的樣子 這樣的方法 達到我的目的 是我可以論證的 依然屬於你放立場 但我覺得絕客長頭髮這樣 好 我就有確定了 這是我們的立場 依然屬於你放立場 好 確認這件事情就好 原因是因為 您剛剛詮釋反方的 所有例子的詮釋方式 都是說 我們去調整 我們遇到這件事情的方式 對 我從來就沒有說 我們調整自己 唯一目的 是為了改變對方 是你們一直在扣我們帽子 我沒有扣你帽子 那我們現在可以比較了嘛 就是等一下雙方要比較 就是當我們論證的這一種情境 對愛情比較好 對自己比較好 還是你們論證的那種情境 調整自己的心態 調整自己的行為 目的是為了成全自己 哪一種心態比較好 這當然比較可以比 不一定是為了成全自己 有可能為了成全對方 成全自己有可能是成全這段關係 但是最好的 我們認為比較好的調整的方式 是先透過調整自己 來達到後面的目的 但那個目的 不一定是為了改變對方 我覺得學長 只確定一件事情就好 就是我們的兩個論證框架 在後面的結片是被拉開的 反正學姐妳先結沒關係 就是妳可以 從這個方向去比較沒關係 那剛才哈孝遠哥有一個想法 給我一個很大的起發 你看 我們這麼無聊 就是討論一些大家 聽不懂的東西 你看 是不是就在場上就光芒耀眼 就讓我們看得到 他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 我一直都是這樣 可是如果我們都現在 討論一些無聊的東西 我在籃球場上 或者是在演藝圈 都是這樣 對 因為等一下你們有一個很重 我們剩十秒 有一個很重的東西要比較 就是對你們而言 你們覺得 調整自己 不但能夠成全自己 也能夠成全愛情 也能夠成全對方 所以調整自己 對你們是萬零單喔 你的時間到 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剛說 Dora長頭髮比較漂亮 這個你沒有要他改變 而是他覺得 我好想要聽 我男朋友繼續稱讚我 我調整我的頭髮長 時間也到了 謝謝我們的雙方 謝謝 謝謝 在聽完第二輪之後 那你們的持方 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正方 變成正方了 好不好 那阿德老師 中立 我還是正方 還是正方 那先問問看 斯彥老師 我覺得 我覺得反方的論證的部分 你們說改變對方的有極限 那個有極限 其實很多時候 在你們的論證 你們說明的過程裡 聽起來像是無能為力 而不是有極限 所以我覺得你們那個 改變對方的那個效果 甚至於那個樣態 其實幾乎等於不存在 所以你們到最後 就完全失焦 所以一直都沒有再強調一個重點 就是說 不是誰比較強 因為改變勝利 你把你愛的人打敗 有什麼意義呢 好 那請到這一點